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迎接圣诞节不少商场百货 都会精心布置圣诞树来吸引人潮 而台中市近日出现了一棵造型独特的圣诞树 这是由交通警察大队巧手打造而成 他们以交通锥为主体 搭配上了执勤用的指挥棒啊 市井等等相当的吸睛 圣诞节即将到来 在台中有不少百货店家甚至是车站前 都布置了浪漫应景的圣诞树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很特别 交通警察大队也发挥了创意巧思 在门口设计了一棵非常有交通意向的圣诞树 我觉得很可爱而且很有创意 然后把我们平常在道路上看到的障碍物 然后改成可爱的圣诞树很棒 三角锥就是 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啊 我觉得很厉害 对我应该带我小孩来拍一下 闪闪发亮的圣诞树 助力在警局门口 仔细看竟然是由交通器材堆叠而成 让不少民众很惊讶 圣诞树主体是由交通锥所组成 远景执勤必备的指挥棒 兼用警灯还有市警灯 则是变成了搭配的元素 三层高的圣诞树散发五颜六色灯光 相当的吸睛 配合台中耶诞加年华 警局发挥巧手设计独特耶诞树 散发浓浓过节气息 耶诞树上的LED的灯串 跟我们交通警察在执勤 很多的LED的灯的设备 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透过 你现在看得到 这个全部都是交通警察 在路口指挥所预要用到的装备 然后营造一个很热络的 耶诞活动的情形 执勤所需的交通器材 在创意发想下成了圣诞树 就地取材结合特色 也成了今年台中市 别具风格的耶诞造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